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评审团对两人毫不留情的点评 周深说啊 说实话 我有点点不习惯我们天赐的声音 周深的话还没说完 张绍涵就紧忙街上 你现在可以走 虽然大家听了都笑了 可张绍涵也太不礼貌了吧 明明啊就是把自己的不明礼貌当成了幽默来展示 人家周深啊跟你张绍涵一样平起平坐 都是常驻音乐合伙人 动不动就让他走 你怎么不走呢 后面信和唐一演唱结束时做选择 信开玩笑的说道 周深旁边的张绍涵 又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周深开玩笑委屈巴巴的说道 我做错了什么 张绍涵呢则脱口而出一句 因为你是新人 这句话呢也相当的不礼貌 从中呢可以看出张绍涵的傲慢 周深出来天赐的声音呢当常驻音乐合伙人 对这个节目来说呢是新人 本来张绍涵呢也没有说错 可这有必要说出来吗 这种话一旦说出来感觉就不像是开玩笑那么回事了 周深的潜台词似乎就成了 你周深才说到几年就当上了常驻音乐合伙人 老娘可熬了几十年 无信之中呢透露出对周深当常驻音乐合伙人的不服气 接着呢在新和唐一之间做选择时 张绍涵展示了他在纸板上心仪的音乐合伙人的名字 只写了一个字母就是苏建兴 周深看了说没看懂 张绍涵则来了一句你咋那么笨呢 虽然又是开玩笑 但张绍涵开玩笑的方式啊 真的一点都不高明 在后面呢张绍涵问周深有没有看过他演的偶像剧 周深呢随口说了一个甜心小妹 接下来是公主小妹 张绍涵又说到大行射死现场 你出去呗 又让周深出去 张绍涵就没有别的开玩笑的方式了吗 一期节目呢张绍涵三番四次怼了周深好几次 看起来呢都是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张绍涵的开玩笑呢 没有哪一次是高明的 可能呢张绍涵还以为自己很幽默 其实啊跟信一样 错把自己的低情商当成了幽默 再说说信 当信跟唐一演唱快要结束的时候 信把手搭在唐一的肩板上比了一个V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被乐评人批评为没有畅象 破坏了整首歌的一景 乐评人的话呢不无道理 确实看起来有些吊儿郎当 后面呢当信和唐一决定心意 音乐合伙人的时候呢 信又开启玩笑说道 周深旁边的张绍涵 明显呢就是找存在感 孩子以为这叫做综艺感 这也叫幽默感 这是幽默吗 反正啊我是get不到 只觉得满屏的尴尬 总之啊张绍涵和信呢 就是聪明反被聪明物 以为自己很聪明 想调动一下节目的气氛 其实啊真的不幽默 还不如规规矩矩的坐着或者站着 听听别人怎么说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